各位朋友大家好,这里是解读新闻Hotspot频道,感谢各位的到来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,最近的台湾统一问题,真的是大陆人民和台湾同胞,讨论的越来越火热,越来越具体了。 比方说大陆这边,好多人问,我们的高铁,什么时候能修到台北啊? 台湾财政收入到底怎么分配啊?不要再像香港那样,再搞一国两制了,对我们不公平了。 台湾同胞那边就讨论,是不是应该买大陆的房子啊?统一后可以去大陆旅游了。 当然还有讨论,台湾回归祖国之后,那些台独分子怎么办?那这不一定是民间议论了。 高铁通到台北,这属于国家铁路规划。 关于台北的收入问题,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就亲口说,统一后,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,中央不用你的钱。 这是绝对官方的消息,还有对台独守恶分子终生追责,一个都不宽恕,这些都是官方消息。 还有今天最新的是,台湾回归了祖国之后,大陆的这些网民,如果到台湾买房怎么买?现在方案都出来了,我今天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。 统一之后会怎样怎样?你买房子这个事儿,到底是买台北,买台南,买高雄,还是买什么地方? 有一个网友叫武汉凯叔,他的这条买房微博文章就传到了台湾。 台湾财政收入尽可以用于改善民生,那确实是一个大利好。凯叔还说2017年,他就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过。 他的同事当然是宝岛人,就是说和台湾的朋友,一起沟通讨论过。 去年也曾经仔细研究过,台湾省的房地产市场,于是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。 说怎么到台湾去买房子,这篇文章很长,我就选择主要的跟大家讨论一下。 台湾省的城市发展现状,它目前的楼市现状,具体哪些地方值得买? 武汉凯叔认为,台北经济圈虽然比较大,但是它的地方小,房价也过高。 这就有点像大陆这边的北京,所以武汉凯叔强烈建议,从投资角度来说,不一定要去台北。 当然了台湾人都说,我们台北我们台北,台北在台湾人口中还是经常出现的,他们很自豪的一个地方。 但是咱们从投资房产这个角度看,台北不值得买,因为房价非常高,地方又不大,没有投资的价值。 那其他城市呢?台南,台南这个地方,至少是台湾回归祖国之后,一段时间里面,武汉凯叔建议不要到那去投资,因为台南那个地方是深绿大本营。 那个地方很多人就算回归了祖国,那个地方不友善,暗藏着反革命,暗藏着台独分子,暗藏着那些他就捣乱破坏。 所以统一之后,社会治安可能有点麻烦,所以在那个地方搞不好,要搞镇压反革命,镇压反革命。 就是,今天知台湾的反革命,那就是那种死硬的台独分子,强烈变态的心理,充满仇恨的,反统一的人,那如果台湾统一了之后,你们还在那个地方捣乱,那就必须以人民民主专政应对之,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 你说你在那买了房子,到时候有人到你们家去烧房子,杀人放火怎么办? 所以呢,这个武汉凯叔他说不建议到台南去,因为台南是深绿的大本营。 那高雄这个地方怎么样?高雄,台湾人说我高雄建得早一点,城市过去,非常漂亮,是过去非常漂亮,现在非常老旧, 现在老旧的房子,按照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城市建设面貌,你就要拆迁,那拆迁就难了,而且它距离中国大陆,是三大经济圈里最远的那个,那就需要建设跨海大桥,跨海大桥可以建,但成本比较高,所以高雄这个地方,不好直接连通。 另外高雄这个地方,它的街区比较老旧,产业比较老旧,相对于台中,相对于台北高新产业,高雄这个地方就属于已经淘汰的,按照中国大陆目前的说法, 较淘汰产能比较多,因此这个地方,已经日落西山,夕阳西下,所以这个地方也不建议投资,当然,那这可以说是排除法了,上面那些地方都排除了,还剩哪里了,就只剩下台中了,台中那个地方好。 台中这个地方我们分析一下,台中,台湾的台中,北京的东城,西城,南城,北城,大兴,海淀,顺意,各位如果到台湾买房子,建议买台中,台中是盆地,盆地面积比较大,面积多大呢? 面积是400平方公里,是台湾最大的盆地,应该说地理位置比较优越,而且西边有台中港,直接面对中国大陆那个地方,直接发传到哪里去呢? 直接发传到中国大陆的泉州,直对着台湾的中心,台中是台湾最中间的,属于台湾的心脏,台湾的正中心,到台北到台南都不远, 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台湾岛的中心的位置,在这个地方买房子,地理位置有这样的优越条件,第二个呢,台中,它已经建成了,很多城市比较新,建了很多新房在台中,朋友去过台湾的,回来之后,就跟我说过台中,说台中那地方确实感觉新一点,没那么老旧, 而且现在的房子还没有建满,空地也比较多,统一之后,如果想开发一个全新的城市,现在大家就可以考虑了,台中如果建一个全新的城市,只有台中这个地方,有足够的荒地可公开发, 至于拆迁的阻力,那荒地的拆迁阻力也没那么大,还有第三个台中的有利条件,就是说这个地方相对位置,房价不高,新房价格均价在两万四左右, 如果这个地方,重点开发向上的空间,利润空间会比较大,升值空间比较大,跟台北一比起来,台中的房价那是非常有优势的,第四就是统一之后, 如果大陆到台湾建设高铁,台湾现在没有直通高铁,大陆帮你建设,可有三条线路分别连通,台北,台中,台南,建设难度最小的就是台中,路线多长,128公里, 这么一段128公里这条高铁,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,砸眼的功夫,就建成了这条铁路,这条线路,水深比较浅,受台风影响也比较小,那这就完了吗,没完,还有台中这个地方人口净流入,全省人口第二大GDP,全省排第三,产业层级比较高,还有台中的大学比较多, 科研实力也比较强,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说的,这些都是武汉凯书说的,我看说的有道理,说台中不单单房价均价便宜,而且地理位置优越,可开发空间巨大,他觉得如果买房子,第一是台中,第二是台中,第三还是台中,台中那个地方还可以考虑,建一个比较漂亮的市场, 漂亮的市场可以把台湾的闽南的文化,高山族的文化,把大陆的文化悉数纳入进来,可以弄得比较紧密,类似于宽窄巷子,类似于武汉护不像,如果你是武汉人,那你肯定是要到武汉护不像,到护不像干嘛,那当然是去吃,护不像进去以后肚子要吃爆的,护不像那个地方真的很值得移去, 特别的热闹,你进去之后我告诉你,平时不吃零食的人,出来的时候,都称了那一个后养,好吃的东西太多了,尤其是热干面,很多人说热干面有什么好吃的,那你是没吃过护不像的热干面,护不像的热干面,你吃了之后,我跟你讲,吃了一次还想吃,吃一次就想吃第二次, 武汉凯书特别幽默,他说既然已经有了投资目标,和投资前景了,那我很清楚了,接下来,就要在恰当的时机买入,恰当的时机,一定建立在祖国统一台湾,台湾回归祖国的大前提下, 他提供网友两个招数,买到最便宜的房子,太具体了,用不用需要你自己考虑,第一你可以考虑参军,一旦统一开始,那就奋勇争先,勇敢参与,然后以大军胜利者的身份,去台中买房, 而且在具体的区域上,建议你先选择,北屯区,西屯区这两个区域,这就类似于武汉的光谷, 尤其是北屯区一片空地非常多的,重磅的规划,未来的重点规划区,那肯定是将来,只要是台湾回归祖国,台北的这个地方,一定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,类似于武汉光谷这个地方,还有一个建议, 那就是先学学我们某一个企业家,先在台湾找一个老婆,台湾,好多漂亮女孩子的,说话软软的嗲嗲的,然后你先到那边做点生意,比如说,去台北卖茶叶蛋,或者卖榨菜,等到统一的时候一来临,多买几套房,坐等发财就行了,朋友去台湾就说过, 去台湾的第一感觉是什么,台湾很快就转了一圈,那么大点个地方,台湾这个地方,它地形非常有意思,你仔细看就会发现,台湾它地形独特,岛上三分之二是丘陵和山地,它的东部是有一个中央山脉,所以人口只能集中在西部平原地带,所以在台湾的西部就形成了, 目前台湾比较重要的,六个大城市都在那儿,新北,台北,桃园,台中,高雄,台南,其实都是在西部,从经济上来说,这六个城市就是,台湾省的核心城市, 我们要买房子的话,应该可以从这六个城市里面选择,根据武汉凯书的说法,台中是你最先要考虑的,但台中的人自己夸的时候,美女在台北,我们台中的美女,更漂亮,有人可能会说,真的有可能就到台中买房子, 到台湾买房的这个地步了吗?被雨筹谋,我告诉各位,要说对经济形势敏感度,对经济形势的理性分析,如果说最应该问谁的话,卢克文就说两类人最牛,什么人? 一类是发改委的官员,国家发改委乃至各个层级的,政府里面的发改委官员,他们对经济形势的一个了解,那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,规划基础之上的,有前瞻性的,而且用数字矮说明问题,因此了解一个地方的状况,发改委的官员你跟他聊,能得到比较深度的经验, 第二个就是地产商,地产商他对这个地方的了解,那肯定是结合了,背后大佬透露的政策,再加上深入实地考察,比如说这个武汉凯书,他是干嘛的呢? 我估计他就是地产圈里的人,规划的,建房子的,造房子的,哪怕是销售房子的,那对这个地方也是相当了解,现在人家有远见, 有先见之明,就开始准备上了,但是他的这个文章出来,我个人解读之后,还是想跟大家说,不要去炒房了,你想在台湾买个房子住就好了,现在大陆都一直在说房住不炒, 就不要把资产又转移到台湾,跑台湾炒房弄个泡沫,一大堆,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,将来台湾回归祖国之后,台湾同胞,尤其是年轻人,可以到大陆这边来工作生活,我们大陆人也可以去台湾生活工作,这岂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朋友们有什么观点呢?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,感谢各位的观看,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